电脑过后,医生有告诉我 我的病情已经很稳定 需要三个月才回来复诊 闭头也告诉我 连肿瘤可以告诉我 我也放心了 不过今年的三月 我也发现了我的疹病 也感觉到看这边有个肿瘤 然后我再做一个scan 他告诉我说 他再度 过二十次的时候 你的口腔开始烂烙完 不能再吃东西 颈项完全烂烙完 然后头发是不会掉的 我是在光头 是因为我昨天 我有开始掉一些头发 所以我叫我的母亲 把我剃掉我的头发 但是情况也没有进展吗 其实进展很好 我的肿瘤全部已经受到控制 医生也告诉我 肿瘤非常稳定 肿瘤有受到控制 肿瘤有受到控制 但是现在又在俄化 什么时候开始俄化 我当我察觉到时候是三月尾 今天三月尾的俄化 从哪里开始 头部这边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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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肿瘤 对啊 我病到这么久了 医生之前也告诉我 我只剩三个月的寿命 不过这样熬一下熬一下 都熬了两年 对对对 我只能说我尽我能力去做 我能做的 我的命 我还是看天命 如果天给我个机会 继续滑下去 我会滑下去 你不会放弃啦 我看你反正 主要还是靠你的意志 对不对啊 我相信也不好受脱了 怎么滑 我们可以先播 这是我说 电疗第23次的时候 什么浪漫 浪漫 哎呦 所以他不能再电疗了 他在电疗 他整个东西是烂的 他不能这样强电 他电了 会 他好像传统不随 医生已经告诉我 不能再电疗 因为我的身体的器官 如果再接受电疗的话 会轟掉 你的视力有受到影响吗 视力没有 没有 听觉现在呢还会 没有 听觉没有回复到 之前电疗过后 那一个阵子 我的听觉已经回复正常 不过现在又在一边 因为你那个脑瘤的问题 你这个会严重吗 右边会严重吗 现在 如果说 我现在观察 左耳跟你们说话 你们讲话 我要非常 很仔细一听 嗯 要用力一听吗 很刺激 不过病了 没关系 你还没病之前 你想当小猫 你的愿望 因为我自己本身 你懂 现在有个东西叫 光线 光线 其实我对这一个行业 非常兴趣的 我自己 之前还没有 上大学之前 我有去特地拿一个 course 就是光约到 fibrooptic的 如何splicing 这些东西 我有去学 我还有拿 这个证书 然后所以我才去学 这个通讯 哦 那通讯 我的主科 我的major 是要拿fibrooptic的 哦 机会赶不上变化 嗯 我之前 我中学的时候 不好好读书 嗯 我成体很烂 嗯 没有大学 很受留我 嗯 不过有一间 ntra的 就是 n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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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间学校 polymask polytechnic 他受留我 我自己 就非常的努力 非常 就每天都 只能读书 自己自修 成绩考到first class3.8多 是吗 你小学 你小学跟中学那里啊 小学我再念起子 起子 起子 中学我在 计划二校 计划二校 哦 过后你才去念那个什么 polymask 在polymask polytechnic 我在那边念的时候 我自己自学 因为我觉得我浪费了很多的时间 哦 所以我在那边很容易的去读书 读了 我最后一个semester cgpa 都超过3.85 如果没有记错 我好像actual是3.87 然后我上大学 我还讨了奖学金jpa 也批了 然后读到两年 等了这个病 jpa也被逼要暂停 然后学校也要暂停 然后学校也要暂停 我现在就必须的 登记 他现在是在那边 有详 详细